二月二十八号,二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我们来关心一下俄罗斯经济 两天前美国跟欧盟联合一些其他的西方经济体 把俄罗斯从世界系统给踢住去了 那当时卢布并不是在交易时段 那今天一开盘卢布就暴跌了 从一美元对八十多跌到一美元对一百一十多 当然俄罗斯央行即刻有动作 就是宣布加息20% 大家可以想象吗,加息20% 然后卢布就上涨了25% 涨到一百左右 一比一百已经是那样是下降很多 我们注意到在去年的时候 俄罗斯的能均国民所得大概是一万美元出头一点点 那下降百分之二十多,百分之三十 几天之内就跌这么多 相当于一个普通俄罗斯的居民或者他的家庭 他的生活水平要下降整整一个档次 就几天时间之内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好好去评估一下 生活系统到底有多强悍 从这里从侧面可以去了解一下 当然这里前两天有很多人说 没关系,这制裁无所谓 不是的 除非是制裁中国 那基本上那倒是我觉得是无所谓 但是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 哪个国家被制裁都会痛到打寒仗 就是痛到不行 半死不活的这种状态 俄罗斯自己本身经济就不太好 我们看一下他被制裁以来 实际上在2014年之后就反复被制裁 制裁就一直没有撤销 有时候好一点点 有时候在制裁上面还要再继续加制裁 那这8年来俄罗斯的经济其实是不断的往下走 整体是震荡往下的 那有时候会反弹略好一点点 卢布跌到这种程度 再往下跌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因为这里一个问题 你想俄罗斯地大物博 对吧 那现在仍然是以卢布计价的 那并没有说用你美元计价 那你突然间让它跌30% 不是说这种石油它的狼烧值 它的狼烧热量就减少了30% 并没有这个道理 我想它只要能够运得出来 我们中国都会要 我想日本可能也会敲摸摸的 也会搞一点去 虽然说有美国在后面 所以说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实际上卢布的贬值是有极限的 因为这里有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不可能在经济问题上 做事俄罗斯倒下 军事上我们之前说了 就是俄罗斯是大国 不需要资源 但是在经济上 我们可没有做这个表态 所以我们说 卢布扁到这种程度 实际上就已经不太有意义了 就跟美元就算彻底切断了 因为这个时候 西方有资本敢进入俄罗斯进行抄底吗 我想不太有 应该是非常少 如果说正儿八经的西方资本 优势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可能就会被俄罗斯制裁 你不是在欧洲没收我资产吗 在美国没收我资产吗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敢来俄罗斯 我想没有哪个西方资本会这么傻 所以这么看起来 俄罗斯跟西方社会的经济 应该说已经完全切断了 这几天我们已经看到 完全切断 现在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那就是看中俄经济的表演 那就是会往这个方向上走 而且我觉得在经济这个问题上 我们应该越来越大声的喊出来 是吧 我们不会让俄罗斯经济倒下 这是我们说第二遍 我们不会让俄罗斯经济倒下 我们说第三遍 这个重要的问题 说三遍 因为这里我看到网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声音 因为现在是战争状态 我是说俄罗斯跟乌克兰 那各种假消息当然是很多 然后会有很多立场飘移的声音 当然如果说从中国的立场的利益角度出发 保持跟俄罗斯经济的这种联系 或者说对俄罗斯经济的鼎立支持 这是一个不能动摇的状态 至少眼前是这样子 至少我想今年在募之所及的时间里面 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这里当然除了对俄罗斯支持之外 中美合作40年的时间 实际上转向中俄的合作 对于中国经济也是有利的 我们前面也提到 中国经济向下兼容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只要你的人均国民所得是低于1万美元的 我们都可以协助这些国家 快速的完成很多生活水平的这种改善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一节目去这么说呢 反复的说我们要在经济上比较明面的站出来呢 因为这个实际系统到底说 对俄罗斯的经济干扰会有多大 不好评估 因为俄罗斯我们刚刚前面也提了 他确实应该是做了蛮多的预案 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预案归预案 预测归预测 现实情况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密切的关注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西方的舆论一直在压俄罗斯 特别是军事上面的这些问题 那在经济上 它实际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弱的弱项 它还能有什么方法去应对呢 在军事上面最强悍的地方实际上很多装备水平 战争技巧其实已经感觉上不如西方 特别是美国 所以我觉得在经济问题上应该更加全面而彻底的 就连声音上都应该要有支持俄罗斯的声音 否则的话 我是有点担心 有点担心 好 那这俄罗斯我们就到这个片段 我们说一下这个要对他的经济 不能让他觉得特别孤独 这个时候显得就是朋友比较重要 但是因为军事上的话不好说 对吧 我们不好做出怎么样的应对表态 至少目前这个阶段 那么我们只能做我们该做的这个事情 然后第二部分我们说一下这个东北 东北的这个情况 我们说有没有可能一鸣惊人 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元跟卢布 他们之间的比值将越来越没有意义 因为都切断了 也不可能真正的相互流动 你不到我家来 我不到你家来 你没收我的财产 我没收你的财产 那你这样一比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意义了 黑色没有办法 没意义 但是俄罗斯要生存 他要国际上要交互商品 那么重要的通道就通过中国 我们刚才一直说通过人民币 通过甚至通过我们的声音 对吧 这也是支持 这是支持 但是经济他讲的是商品 这个是根本 商品怎么办 东北 东北 你闹不过去 所以俄罗斯之前去年底的时候说过 远东是不是说建武做这个人口百万级的这种城市 现在看来的话也不是说着玩 人家之前也考虑过方方面面的问题 而且是他们的高官 不是说低阶的打嘴炮的这个官员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实际上中俄在远东地区的经济合作的这个 是可以把蛋糕做得很大 就像我们跟他说 我们就说向下兼容 收入不如我们的向下兼容能力很强 那这里就是说我们东北实际上可以做带头大哥 镇守整个东北亚 那为什么说这里叫镇守叫做镇呢 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深圳 这里画一个圈的意义是什么 很多意义 其中一个是让你们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看一下 让你们香港的市民看一下 是不是 我们深圳也可以做建的很漂亮 我们也可以有很好的生活 是这样吧 那我们在这里如果东北这里拔地而起 那大家生活都过得很好 俄罗斯呢 在时候中俄一起共建 俄罗斯那边也有很多地方 远东地方都非常的不错 那这样的话就是 中俄有个在经济上有个这个联动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日本跟韩国这个东亚的我们长期的邻居啊 我们迟早要把他们吸引到我们的这种框架体系来 不可能让他们持久的 50年100年以后都仍然跟着西方走 那要怎么办 你要表示你过得比别人好吗 你不能说我农村我跟你雪农与水 我跟你长得比较像 我跟你长得比跟你跟西方人像 你就这样你跟别人怎么搭理你呢 是不是 你就要跟他说我过得不错 而且我成长还很快 对吧 那这叫本事 而且对于全球人民来说也有释放意义 中俄合作 你看他们那个新区域发展的很好 你看俄罗斯经济啊 慢慢的就回血 这个跟中国过 这个有好生活 对吧 那这个国际上有很 我们向下接入能力就更强了吗 那我们再顺带再提几句中国经济 我们去年六七月份 说房价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提到残租三角其实是见顶 我最近大半年时不时就提一下残租三角 实际上发育是见顶 我就要说这个问题 那未来的时间 残租三角当然还可以在家里 采缝轮机 在家里做工厂 但是经济重心 我们说还是在这里 这点都没错 但是我们讲真正的发展的这种 增量上面 一定是要看国际形势的变化 一定是要看内循环的发展情况 而不是说原来的这种中美合作的情况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40年来 中美合作 那么就是 这个说是说实话也就是到头了 因为其实大家在合作也就是 相互的抢彼此的蛋糕了 美国也没有 他自己5G都做不过我们了 还有什么合作的意义呢 他只知道遏制我们了 但是中俄不一样 这里是一个全新的蛋糕模式 表现出中国乡下兼容的能力 表现出中国经济超强的活力 表现出中国经济再造玄黄的能力 东北老工业基地原来表现不行 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不行 但是中俄一合作 这里飞黄腾达了 是不是爆炸式的发展 我觉得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猜测 我这个思想上有泡沫 这是我个人的猜测 回到我们刚开始说的俄罗斯经济方向上 我们还是要再强调第四遍 第五遍好多遍 俄罗斯在军事上面 我们不好下场 因为各种原因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但是在经济问题上面 甚至我们说在经济的舆论上面 我们都要去更多的支持一下俄罗斯 我们不能看到他倒下 我这里特别为什么要说一下 连声音上我们都要直接说出来 因为大家发现没有 时局变化很快 你要是不反应的话 你说敲摸摸做来不及 你想一下 那俄罗斯两天前被制裁 今天卢布就跌了30% 你说敲摸摸慢慢搞 那俄罗斯他经济耗不耗得起这么长时间 所以说在这么关键转折的节骨眼上 在俄罗斯经济面临重大冲击的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是力所能及的 至少我能说 我做节目 我能做的 我能说出来 好了 那这是希望对整个全新的国际环境有帮助 因为我们觉得最远期的国际环境 肯定还是中美竞争 而且是中美的科技竞赛 这个是可能是长达几十年的科技竞赛 好 我们这个片段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待会我们说一下 从整个战略格局跟战争情况 说一下乌俄局势怎么样 好 喜欢朋友可以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